因那卡西恩中美联社分享 尽管印第安人队已经在美联分区系列赛听牌 再一瞬就将晋级美联冠军赛 但第四棒因卡纳西恩 Adwin Incarnation的右脚踝伤势 确定有任败轻为撕裂 接下来季后赛 他是否能上场 能上场多少 战力能发挥多少 都是未知数 因卡纳西恩六日比赛 还没打完就提前拄着拐杖离开球场 总教练法兰克纳 Terry Francona表示 因卡纳西恩八日进行了MRI核磁共证检查 确定有脚踝韧带有损伤 八日在纽约的第三站大概不会上场 因卡纳西恩表示 他自己认为感觉已经比受伤当时好很多 也确认了没有任何骨骼上的损伤 虽然暂时是每日观察 但他认为还有机会在今年季后再上场 现年34岁 因卡纳西恩今年加盟印第安人队 找出38红107打点的好成绩 两队7日休兵 8日在阳级球场进行第三站 印第安人队还有时间可以评估 因卡纳西恩的伤势 如果确定进入伤兵名单 将可另外登陆地补球员 不过目前看来他应该会继续留在大名单上 请 我们下期再见